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蛇的攻击性非常强 且具有极强的毒性 第二 他发现了识别王 这也是一种神奇的生物 他喜欢寄生在人类的脑干后 这是一种通过在人脑中产卵 从而保存人类记忆的生物 体型较小 但是可以和人类形成共生的关系 但是识别王有强烈的毒性 一旦释放毒素 人类就会立即变成血尸 第三 他培育出了新品种机关蛇 黑毛蛇也姓南逊 于是西王母就不断给黑毛蛇喂食尸憋亡 最终培育出了一种新品种 机关蛇 然后他又对机关蛇进行大量的繁殖 由于机关蛇好驯化 不仅具有极高的智商 而且它们还有自己的意识 可以将人类捕捉 自行制作人蛇 这也就是阿宁在蛇找鬼城里 被机关蛇咬到后就失踪 其实就是被机关蛇抓去改造成了人蛇 第四 他发现了人蛇共生的秘密 机关蛇被驯化后 还可以通过毒液 将寄生体寄生到人类的身上 这种寄生在人体身上的蛇 在人类的身体里会与人类共享寿命 达到了人蛇共生的结果 这和云顶天宫里万奴王 与千年油盐共生的方法如出一辙 这种机关蛇可以记录下 共生者生前的记忆 在利用费洛蒙的生物性吸塑 传给下一位共生者 但缺点就是 这些共生者会变成人头蛇身的造型 所以后来无邪等一行人 在蛇找鬼城的墙壁上 发现了大量人蛇制作过程的壁画 第四 他发现了陨玉的秘密 陨玉是陨石内的一种特殊矿物质 它可以使人容颜不老 人死了之后 还可以保持人的尸身不符 大大延长人类的寿命 不过更厉害的是 这种陨玉可以中和吊石碟王 在人体里散发的毒素 第五 他发现青铜金属 这也是包含在陨石内的一种 很像青铜的金属物质 有很高的强度 可以制作青铜武器和器皿 且具有很神奇的置换效果 第六 他发现了鬼系 这是一种可以将物体 瞬间移动到另一个地方的奇怪玉石 可以控制已经死去的人的尸体 让他们复活成为僵尸 并只听令自己 第七 他发现了碱 在陨石里最核心地区 他发现了许多像碱一样的物体 里面还包裹着正在休眠的神秘生物 似乎这些碱里的生物 就是创造青铜门和这些奇迹的 最早的那一批人 总之 西王母将这些线索的碎片连接起来 然后又通过 大量惨无人道的在奴隶身上进行的人体实验 最终制作出了识别单 成功破译了长生的秘密 至于这七个发现 与整本小说有什么联系 威哥会在下期节目里 一一为大家详细分享 好了 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有喜欢盗墓笔记的小伙伴们 可以关注一下我的频道 同时也欢迎大家 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和素质三连机 我会持续更新这个系列的 各位观众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